政协委员畅所欲言 电影产业促进法 同时引发了电影界各方关注 法律中鼓励电影创作者 既要具备良好的品德 也要体现不断精进的艺术才能 王小唐 于兰 陶宇玲 冯远征 侯勇 赵薇 杨阳 王俊凯等老中青三代电影人 表达了自己对得意双心的理解 能不能做到得意双心 这心是什么意思 就是荒腔啊 说实际上这一个人在艺术上 和品德上都很芳香 这也挺难的 其实是挺难的事 是非常高的标准 但是至少你应该自律 你至少不应该臭吧 对于得意双心 全国政协委员陈凯歌 做了生动形象的解释 他也是电影产业促进法 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先 杰出的艺术成就为根 应该是说做这个工作的人的顶线 而不是上线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要塑造各种人生的人 如果你自己造的你的人格 不是人家幸福 你的形象作品就没有人幸福 而不会接受一些 咱们说的那些邪门外道的 什么出卖自己灵魂的那样的东西 你不去为人民服务 你不去为官用服务 你的意再高是没有用的 有着崇高的德 又有着精湛的意 所以才给人民留下了 宝贵的艺术经典的财富 无数老影人之所以能长久地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 无一不是依靠德以双心 这一金字招牌 反观现在被曝光的明清负面新闻 舍黄毒毒名诞时有更新 添加片酬引发 影视创作掉进前眼 拍戏耍大牌等乱象评出 屡屡挑战社会的底线 他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可能过低了 所以才会出现那个吸毒呀 这种情况 其实有些危险动作可能是可以的 如果就是说像他们说你背台词不背 就是用就全部依靠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职业态度的问题 天价的薪酬 我觉得这个导向还是有问题 大众偶像 他们只有引导这种宣传作用 就是对青少年 做一个艺术工作 因为他确确实实有社会符号 而且有导向性 那么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我觉得应该是在主流啊 在文化传播这方面 起到应该他起的作用 得意双心呢 是一个大课题 这个课题 大到我们文艺界 怎么为社会立德立标 数方向 它是一个给我们的产业啊 安脑安心安魂的一个事情 正如大家所说 得意双心入法 不仅能让一些劣迹艺人警醒 对从业人员的素质 也提出了指导性的方向 得意双心嘛 得在前 意在后嘛 先做好人 才能再做一个好演员嘛 我觉得在艺术上 还是这个人 对于自己的本身 以及职业的道德上 都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的人吧 这样的 这个标准应该说是 人们心里的一杆秤 刚开始演戏的时候 就非常受益匪浅的一句话 就是想演好戏 就首先得先学会怎样做人 我觉得自己也会 尽量要求自己得意双心 电影人热议得意双心 他们会用什么行动 约束自己呢 从明天开始 中国电影报道 每天独家对话 一位青年偶像 王俊凯 杨阳 吴亦凡 李一峰 马自纯 关小彤 张一山 杨子 张天爱 和李志廷 将分享自己的得意观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